好 另外来看到就是有28年历史的环雅百货 在昨天卸下了招牌说再见了 环雅百货经过了几斤的波折 民国70年的时候风光的开幕 那么那个时候是全球华人首富 郑周敏在台湾的重要地标 随着首富的目落 如今是由秦美集团来接手了 走过了风光的岁月 环雅在昨天下台一鞠躬 吊车缓缓升起 在东华北路和南京东路上 高冠28年之久的环雅百货招牌 在2009年6月10号这一天正式卸下 副总牌是年年小姐 立宁年才 28年前曾经是全球华人首富 郑周敏的雅士集团砸下重金 环雅百货风光开幕 在当时堪称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购物商场 几乎可媲美现在的台北101 首富郑周敏的女儿郑绵绵更是当年的百货女王 但环雅波折不断 先因为股权争议跟明洪元百货 后来又改回环雅改教购物广场 但随着雅士集团负债累累 郑绵绵官司缠身 环雅百货光环不在 2008年债权人申请拍卖 秦美集团最后以75.91亿标下 环雅正式告别台北东华商圈 这里面整个大概是七十几亿 接下来目前来讲的话的大部分的楼城 环雅之前的债务也因为拍卖的关系 它整个都已经洗清了 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 不动产的一个个体 早过过往的风华岁月 环雅百货HR World 正式卸下高悬台北街头28年的老招牌 老字号百货公司陨落 接手的新东家要重新定位找商机 但环雅百货过去带给台北的繁华 战告一段落 中文字幕欧起兵洋博志台北报道